10年前我記得報導的時候 他們把我歸成江南世大才是最會搞笑的那個 那叫什麼名字 沒有人知道 總而言之好 難道就是我嗎 讓我來點秋香吧 沒有 他就是把我放成會搞笑的一個 但是我覺得好像有點 那現在的話我也不是說 覺得說一定是 但是我覺得 我可能比較有新興人類的 這種做音樂方式吧 你知道就是我 可能不是傳統的靠 靠可能其他或是樂譜 或是比較屬於自己的風格去做事情的 所以那琴這個我覺得還是要練 那我覺得我就是希望可以努力去 在音樂的路上面可以去越走越好這樣子 這次24個比例只有歌曲 我覺得 讓我聽到很多 真的是看到很多不一樣的評論 那也是以往可能沒有的 那些詞彙都是讓我會 比如說詞彙 詞彙它會有一些比如說 證撼 震驚 我看完樂錄音樂 看完歌之後 然後內容 有內容的舞曲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 因為在舞曲方面 其實我一直花很多時間去嘗試去做 然後能 有這樣詞彙跟舞曲結合在一起 我其實看到的時候 有時候眼淚都會有一點濕濕的 因為花很多時間去做 所以也很感謝支持的朋友們 沒有 我怎麼會緊張 我超緊張的好不好 因為上次在 因為我有陰影 你知道陰影就是上次在小巨蛋演唱會的時候 我彈好像彈許有哥的歌 然後我彈錯九次 開頭就彈錯九次 然後所以這次其實 我希望可以一次定江山這樣子 因為你們大家都來嘛 也會非常的緊張 人那麼多 所以這次彈完之後 你們覺得怎麼樣 還不錯 還可以喔 一個完全沒學過的人 就是你們啦 我很怕你們一上來訪我 你知道那種感覺 所以你們現在還是笑著看著我 表示應該還可以喔 對 所以我媽她會來 然後她就說 你買了一個電子鋼琴喔 我說對啊 她說那之前那個鋼琴呢 我說那個好重喔 我想用輕一點 反正就是我媽會覺得我一點 為了音樂有點浪費錢 但是我覺得電子鋼琴比較適合我 因為之前不能針對自己的key去做 這個可以針對自己的key去做 所以媽媽也還蠻滿意的 也蠻鼓勵我繼續學下去 我爸應該看的會很不爽吧 這個MV 因為他覺得 他以前很趴你知道 就是喇叭褲那些 然後現在把它弄成宅男這樣子 所以我看今天會接到一些電話 我把他打來關切的齁 那我自己本身的話 我 會贏爸爸嗎 會不會贏爸爸喔 我只希望能找到跟我媽一樣好的女人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 爸妹其實 你知道三十二歲了 爸妹這種東西已經是小時候的事了 現在已經不會把妹 現在是誠心誠意的去把妹 不是 誠心誠意的去認識人 去認識人 所以剛剛MV女主角是你挑的嗎 是媽媽的類型 我從來不挑音樂錄影帶女主角 我是公認有名不挑音樂的女主角 那現在這次不滿意嗎 我還沒講 非常滿意啊 他在裡面很活潑很好 然後我覺得他有媽媽的那種 淳朴的味道 那樣的親吻太淳朴了 你喜歡 你也知道 我喝過羊墨水 你知道嗎 我不是 沒有啦 但是就是 當愛政農的時候總是會 對不對 繼續讓她 我打得差不多就好 我很害怕 就是真的不小心露到什麼東西 因為 你知道他們一直逼我要洗澡 你知道 就是我心裡想 我大不了一天不洗嘛 對不對 就是可是他們一直要我要洗澡 然後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今天 看看囉 看大家 看到這網路上狀況怎麼樣 如果上面很熱烈的話 你也知道我人來瘋 你知道 比例隨時會發瘋 跟謝和璇一樣 我媽非常的單純 非常的傳統 所以其實我 跟我爸媽的相處 其實也學到他們很多的東西 然後 其實就是像我媽媽一樣 她會非常的 喜歡比較單純的事物 不會去 要求這個 要求那個 就是我很欣賞我媽媽的地方 其實有一個人格 是我自己很喜歡 可是我自己很討厭 我自己的部分 就是 我覺得我太 在乎別人的想法 或是眼光 或是言語 那對我來說 那是好事 因為他會變成動力 但同時 其實幹嘛去那麼關心別人說什麼 所以那是我自己 討厭的自己的部分 可能也是因為獅子族的關係吧 就是 對 也不是啦 好事也是壞事 沒有沒有 草莓誰可以把我舔成這樣 很難講 沒有 因為我今天 之前好像有點不舒服 所以就刮個沙 我常常這樣子 因為我不太睡覺 所以可能因為記者會的關係 就失眠嘛 我早上五點鐘會睡 然後今天九點起來 所以說 就是 今天特別緊張 所以刮個沙 要釋放一下壓力 好 好